即便没有12亿票房的太久,成为第二个汪宝强也早就被不少怀揣明星梦的年轻人视为人生目标 公交站牌,电线干上,招聘演员的广告,似乎让这一目标变得更近 但更多人不知道的是,这些广告的背后藏着异常场骗局 有记者经过长达七天的暗访,发现这些广告中所谓的演艺公司只是私人运作的黑心中介 没有工商执照,打着为影视基地输送演员的旗号来劝钱 记者更亲眼目睹了演员们将那上千费用后被骗的困境 也目睹了他们在脏乱差的环境中过着一天一顿饭的生活 小亮就是看到这样的广告,将那两千七百元后进来的 他对记者说,这里每天只管一顿饭,面片炒白菜 五十元一天还要被抽成,最后到自己手里最多三十元 押金更别提,有去无回,不听话就会被打到服务为止 库六网渝文宿地提醒大家,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骗局 请及时报警